受海魁台风残留云溪的影响 大陆南方最近洪水成灾 包括地下室水焰半个车身 滚滚洪水不断向地下停车场灌入 所有停放的车辆无一幸免受难 就算停在地面也好不到哪去 怎么办 一位福建福州的车主 网购了一个超大型塑胶袋 把爱车打包掏过一截 上次台风下雨很大 我的车底盘低 还好没烟太多 之后我就想办法买了这个袋子 这么霸气防水的方式 引起所有车主的注意 大家问最多的问题就是 怎么把车装进去的 车主表示他依照网购时指示 把塑胶袋铺平车开进去 再把塑胶袋内的气体排出后 向上收口 瞧 这就是打包完以后的成品 车主还把脚踏垫放在塑胶袋外 收口处用夹子夹起来 不少网友看了 不禁竖起了大拇指连声说赞 魏先生的爱车买了还不到一年 昨天晚上九点左右 感受到与世见猛 水也要慢慢涨起来 魏先生便拿出了 早就准备好的防水袋 用说明的方法将汽车保护了起来 但也有网友吐槽 水只淹了半个轮胎 不包也没事 如果再高 车辆浮起来 就算没湿 也会到处碰撞 包什么都没用 TVBS新闻 雷龙氏 陈湘如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